愛成梳起油頭 一身帥氣西裝 拿起麥克風 在樂隊前深情唱歌 生前原本拍攝好的新專輯MV 也跟著曝光 愛成奏事後 妻子王瞳十號與照會好友 一起幫他舉辦新歌紀念 發表會 王瞳也上臺分享 艾成離開這五十五天以來的心情 難過真情告白 講到激動處 哽咽說不出話 還頻頻是淚 台下以鼓掌鼓勵 現場播放一段影片 影片中艾成向王瞳真情告白 也分享自己愛唱歌的想法 談到與丈夫的相處 以及這段時間被網友評論 王瞳也在台上向他們喊話 我是用盡全心全力的愛艾成 守護著她 我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蔡艾成唱歌有多麼好聽 字字句句讓人心疼 這次紀念EP發表會 圈內好友李淳 張瑞嘉也都到場 艾成奏事最不捨的就是妻子王瞳 慢慢釋懷丈夫離開的傷痛 她也真情喊話 不管艾成是什麼樣的形式存在 最愛的就是她 三地新聞 謝文翔 下方民台北採訪報導